有傳播團體從去年開始扮台語下的演講 最近又邀請到舊好媽媽丹美婷 向大家介紹她保有理念 也順便了解到一些特殊的台語用事 有一個好媽媽親好的丹美婷 頭拜用台語向大家討論舊好保有的問題 我這次也介紹了一條訊息 寫到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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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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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餐的餐的餐 登記關注台灣環境問題的萬亞新舊生態協會 自今年開始基盤台語剛才 在催老師的過程 發覺少年輩除了生活台語 對很多專有聯繫的台語使用比較輕鬆 這個工藏的老師 台語工藏的老師一定是年輩 可能比較重年以上 因為我有發覺少年輩應該是很困難 你來說日常生活 你要介紹台語一定很困難 因為比較少人扮台語的專業課程來參加的民眾也不少觸避的環境 這種台語的專業課很少 所以說它會去那些沒有特定的觀眾來聽 比較特別的就是有剛才有一個小李桑說 你們是怎麼不想拆政 就是跟他們抓來拆拆政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形態的問題 其實這要管理開始時 環境議題 包括環境改變都希望 尤其文化和基建也都算是環境的一部分 環境議題 保三保三保海 協會運辦透過江澤基盤 合併將重視在生活中等在發生的事件 有討論 有關心 這有可能有改變的力量 基將有所見 夏桂林 台北報導